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一出生就面临很多问题 你是谁 从哪里来 又会去哪里呢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怎样可以找到人生的目的 使人生充实和满足呢 很多人从未好好停下来想想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人生道路崎嶇不平 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 正确的人生目标可以使人无所畏惧 頑强拼搏 积极进取 乐观向上 相反 初五的人生目标就会使人投机转型 兴而走险 违法 犯罪 或虚度人生 放纵人生 有人问一个擠身行棒球名人榜的棒球选手 当他回想回刚刚开始棒球生涯的时候 他最希望得到什么宗告 他说 我希望有人告诉我 当我到达顶峰的时候 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 很多人在多年的苦苦追求之后 才发现目标竟然是空的 在我们的人类社会 人有很多的追求 以为在追求里面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 这些的追求有事业成功 财富 情欲上的满足 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等等 人见证了当他们拥有财富 关系和乐趣之后 内心仍然是感到空虚 这些是那种无法填补的空虚 圣经告诉我们 耶和说上帝创造地球 是要地球成为一个乐园 被人居住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做男 做女 并且赐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可惜我们的始祖阿当和夏娃背叛了上帝 濫用了选择的自由 因而为自己和所有的后代 也就是全人类带来罪和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世间上会有这么多苦难和不幸 令人觉得空虚的原因 新约圣经比德前书一章三节 经文写说 愿重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值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潑的盼望 重生故名思义就是再有一切生命的诞生 新的生命再一次出生是神的作为 藉着重生将永恒的生命赐给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人 重生更意味着通过信耶稣基督的名成为神的孩子 在新约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使徒保罗就写着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清义 十八世纪的大觉醒运动 主耶的焦点就是放在重生那里 乔治维特匪穆斯一生全港约向福音三章 至少有三千次以上 有一次有人问他 你为什么无时无刻都说你必须重生 无论你去哪里 你都是说约翰三章你必须重生 你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这个 怀特匪穆斯就说 因为你必须要重生 1886年十月的一个夜晚 在密苏里州的圣约室市 有一位小学校长经过青年会的时候 见到门口有很多人排队要进入会场 他听到里面传出来的歌声唱着 你必须要重生 你必须要重生 于是他就进入会场 那晚这位校长受到圣灵的感动 找到了救主得救重生 引用约翰派博穆斯的说法 讨论真正重生的经历 是因为还有千万人都没有跟随耶稣 未曾经历重生 有一些人参与教会成为会友 甚至成为教会的领袖 但是他们就并未真正的重生 这种人是属于文化形态的基督徒 宗教只是一种外在的礼仪 他们从未真实体验 灵命出死入生的内在觉醒 一个人只要有重生 他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 才能够跟神重生建立关系 在新约圣经比特前书二章 一到二节 经文说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 并假善、贼道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乃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乃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重生是内在生命的彻底改变 在重生的生命中 用于成熟基督徒应该有的知识和品格 特别需要在圣结、信心、爱心和伴望上成长 在成长的过程中 就要像新生的婴儿 时时渴慕基督徒灵命成长的纯正灵乃 就是神的道 重生是神将基督復活的新生命 即入信的人心中 当人被圣灵感动、满心相信 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时候 圣灵就将活潑常传的道 植入人的心里面 当道进入人的心 喜乐平安便会跟着进入 这是神恩典的简选 亦是因着人的信心所产生的 重生是神恢复重建所做的人最重要的关卡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明白神国的事 亦不能进入神的国 重生的基督徒会饥渴 会喜爱听有关耶稣基督的任何信息 他们会主动去寻找灵良、灵乃 耶稣基督本身亦花时间亲近神 读神的话语、敬拜赞美神 重生有基督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重生的人经历基督的喜乐、平安和自由 生命的真意不仅在于找到主耶稣为救主 更在于跟随主耶稣做祂的门徒 学习祂的话语 通过祷告与祂交通、跟祂同行 并且在生活里面顺服祂的旨意 主耶稣在《新约圣经》若看福音10章10节就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作为我们救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主耶稣那里获得有意义、有目的、快乐和永恒的丰盛生命 《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9节》 使徒保罗说给我们 我们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保罗说 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奉圣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 这个生命始于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 接受他为救主的那一刻 而且持续到永恒 重生之前的人是血肉之体 重生之后的人拥有新的生命、新的身份 就是神的子女 人信了神之后虽然有了很多好的行为 但对很多事还是看不透 只是因为有了好行为 人就觉得自己已经活在神的话语里面 已经是信服神、满足神的心意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 你可能需要回到神面前好好省察一下 看看自己在神面前所做、所行的 是否真的完全符合神的心意 有哪些表现是在抵挡神 自己所做的到底是否真的达到神的要求 就是用一个牧师的比喻 如果你是一个体育迷 决定去看一场专业的球赛 你可以只是花几元买一张居高临下的后排座 也可以忍痛花几百元去买前排 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动作的座位 就好像基督徒的生命 如果只是星期日上教会的基督徒 是没办法亲身体验神作的工具 因为他们没有付出代价 想追随主耶稣的人 如果心里面仍然有太多的挂虑和犹疑 就会无办法全心的跟随他 而神觉的事工上面 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太多的放不下 就会成为推动事工的障碍 耶稣在《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16章24节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其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保罗之所以把万事当作有损害的 就是因为他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自保 他为耶稣基督抛弃万事 看作奋土 为的就是要得着基督 能够亲身体验神作工的人 就是那些全心追随基督的门徒 他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追求 果然追求神对人生命的旨意 他们付出了代价 彻底纯服神和神的旨意 当我们深知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时候 我们也就能够承认 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 因为有神就拥有一切 没有神我们什么都没有 谁已双手开创万有 谁已因点掌控宇宙 谁会今生走上十家 留血写身将我拯救 谷居基督我主 满事荣耀和真理 还赞基督 大爱将写 唯独你 信实未曾改变 上帝恩典 此生命 与冠冕因你永远 我的心 为你冠写 永迷冠军都有十年 崇拜歌声向遍这地 无数天官天使下班 同虚宣称尊贵的你 高举基督我住 满事荣耀和真理 尊责基督 大爱将写 唯独你 信实未曾改变 上帝恩典 此生命 与冠冕因你永远 我的心 为你冠写 尊责基督 大爱将写 唯独你 信实未曾改变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